宁南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8月17日 费利拿拆塔在旺 周二凌晨 蒲超继续有赛事进行 博维斯塔将对阵费利拿 费利拿上季进步明显 上升至联赛第五的位置 反观博维斯塔依然在处于墨流行列 经济双方首度交锋 费利拿必然看高一线 博维斯塔过去二个赛季 在蒲超都是排名下游 球队整体表现一直难尽人意 虽然最终无碍保祖 但也无法拿出多少竞争力 对抗蒲超其他对手 新赛季开启前 博维斯塔只踢了二场蒲连杯比赛 并没有踢其他热身赛 虽然在蒲连杯中军战胜对手 但球队依然没有太多的备战空间 蒲超首轮比赛 博维斯塔果然原形毕露 面对实力平平的鸡为心敌 博维斯塔开场三分钟就失球 最终以0比3完败在对手脚下 这场失利为博维斯塔新赛季走势定下一个基调 球队本赛季依然要为保祖而战 而开季前热身赛数量不足也暗示了球队缺乏更进一步的决心 失意面对上季提升明显的费力拿 博维斯塔在劫难逃 和博维斯塔不同 费力拿季前参加的热身赛明显更加丰富 四场友谊赛对手军事葡萄牙球队让他们无需经历过度奔波的劳苦 可以专注于战术调整之上 而新赛季开播前费力拿还踢了一场蒲联杯和欧协联 两场赛事最终都笑到最后和鸡为心敌的蒲联杯最终在12码决战胜出 联赛首秀费力拿对手是攻守金红的法玛丽卡奥 凭借埃尔施华和纽努山度是在短时间内连续破门 费力拿最终击退来敌 除了已经打开入球账户的上文二人外 费力拿封线上还有巴西射手度格拉斯苏莎可以依靠 此子连续二个赛季都是球队头号的分手 平均每个赛季可以为球队贡献10个联赛入球左右 在这几位攻击手的坐镇下 费力拿尸易面对博维斯塔有信心凯旋而归 阵容方面中场艾姆迪亚比等人商缺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